枣树适合嫁接的时间很长 从春天枣树萌芽前至果实成熟的秋季均可 也就是四月上旬至九月上旬 今天就用这棵野枣树作为真木 这棵枣树虽然开花 但是接的果实野枣 所以要换上好点的品种 枣树嫁接的结穗很关键 一般要采用一年生 健壮无病虫害的枝条 作为结穗 像这种两年以上的枝条就不合适 当年生的枝条有个特点 就是比较嫩 像这条就可以做结穗了 而且是向阳生的生命力强 符合结穗要求 今天剪取了两枝枝条 有条备用 结穗的修剪最关键 结穗上有很多分叉枝 而嫁接成功后 生出的芽是在主枝和分叉枝之间长出来 所以我们就要这一节作为结穗 把枝条剪成鸭子形状 把小刺和叶子都剪去 剪时是在分叉处1厘米至1.5厘米处 剪去两枝条上半部分枝条 然后用刀把它削成V字形 削接碎时要一次性削平整 削面不能留之丝 所以刀要求是比较锋利的 把它削成V形状 修剪真木时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一般采取是在两节以上 大概也是离地面30厘米处 预防架接失败时可以二次架接 枕木底下留两枝叶 让枕木保持生命活力 加快架接伤口愈合 等架接成功后再剪去 再枕木垂直往下切 切的深度要和结碎削面大致相同 切好就可以把结碎插好 因为结碎比枕木小点 所以要保证有一边和枕木的形成层对齐 可以是左边也可以是右边 插入时候不要插太深 结碎要露白 露白的原因就是为留有余地 使树体表面光滑 愈合良好 反之 愈合组织生长会受到限制 使愈合困难质量下降 愈合后会在伤口附近形成球状结 插好结碎就用包装绳用力扎好 然后再用架接袋把它包起来 防止雨水进去 架接膜带封好之后 再用绳子轻轻扎一下 不需要扎太紧 按照这种方法架接的树苗 基本上成活率95%以上 架接后如何判断架接是否成功呢 你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结碎是绿色 在外表看如果一直保持是绿色的 就说明架接成功 如果变枯就说明架接失败 可以趁早二次架接 这可是三个星期前架接成功的 在外表看结碎的颜色是绿色的 也长出了新芽 这时候暂时不用拆模 让新芽自己突破出来 当架接成功后 可以把架接口下面 长出的枝叶统统减去 也就是在针目上长出的枝叶减去 这就是架接后的维护 今天就学习到这 喜欢就点个赞 我们下期见